金珠摇尾辞旧岁 玉鼠探头迎新年 1月23日晚 由美国《魅力中国》中文电视主办的 《2020欢乐春节》《魅力中国魔术专场》 在The Colony Theatre成功举行 本年度 《魅力中国》中文电视台 承邀来自中国杂技家协会的11位 享誉国际屡获殊荣的魔术师登台现役 和美国南加州多足以民众共庆中国农历新年 希望美国人民通过这场魔术演出 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文化建设 也希望两国人民能有更多的机会 进行文化交流和相互了解 共同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贡献 当天的活动得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大力支持 政界 桥界 商界 学界等各界人士 也给予了高度关注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文化参赞古今 文化领事王锦 帕萨蒂娜市市议员John Kennedy 中国驻洛杉矶旅游办事处主任伍宁 中国杂技家协会魔术艺术团团长李小元等归宾 出席了本场晚会 欢乐春节作为中国文化部的品牌活动 已经成功举行了九届 倡导欢乐和谐共享祈福的理念 吐出欢乐春节和谐世界的主题 共同欣赏中国文化分享新春祝福 2020欢乐春节魅力中国魔术专场 首次以飞歌舞乐器等艺术形式 向美国民众呈现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著名双语主持人脱口秀演员 Lawrence Farley 乐乐 与魔术第一夫人Juliana Chen 联妹主持了本次魔术之夜 在精彩分成高潮迭起的演出中 曾获中国国内马戏节最高奖项金举奖的魔术师们 用娴熟的魔术手法 与杂技相结合的高难度 令现场观众们既看到了中国魔术的突破 也领略到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典魅力 更将魔术这种已在中国盛传2000余年的艺术 推向了世界舞台 战场的魔术 秀纽定 总是终于沙律的魔术 好 Young 中国大家要是更高预备的 世界远向北口秀 这违州的魔术 优 어떠质迪 中的佳 名莫 孔主持人的魔术 市場非常特别 每一位一位的名诺 获得 非常特别有可能性给予 但是非常特别 它是很兴奋的 慰 看到这么好的魔术表演 真是太专业了 也给我们洛杉矶的华人华侨 带来了生活的乐趣 更看到很多很多的美国朋友 在现场 他们对中国的表演非常赞赏 多年来 中国杂技嘉协会用魔术 扣享中外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大门 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繁荣发展 贡献了积极的力量 中西方实际魔术发展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在发展的时候 都是老师代徒这种传承下来的 可能在对外推广上并不是太多 我们通过这次推广 可以希望能够让他们对中国魔术 有个更深刻的了解 在世界各国世界各地 来相互促进 相互促进互相交流 《魅力中国》电视台 作为中美两国文化 艺术经贸旅游等领域的 友好交流使者 已经连续四年 在春节期间 主办《欢乐春节》 《魅力中国春晚》及系列活动 在新的一年 《魅力中国》将会在北美和南美洲的主要城市 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推荐更多中国优渥的资源与文化 让更多民众进一步了解中国 菊花盛开 相似海 魔术采幻 炫人生 《魅力中国》忠心地感谢各界人士及各大媒体 对2020《欢乐春节》 《魅力中国》魔术专场 勿于一力的支持 至此春节来临之际 恭祝大家 鼠年大吉 何家幸福 万事如意 《魅力中国》 《魅力中国》记者 现场报道 在中国还有一 taco 甚至是 Ang上 原宗 《魅力中国》